對 妳怎麼知道 愛家 我很好吃 愛家 其實看一下好處是因為 我覺得每個人的人色 跟真的本人看到會 就是有落差 可是其實從每個人想要 展現出來的那個社群網站的版面 大致上就可以知道 她這個人好不好相處 因為我看妳的社群網站 我覺得妳感覺是一個 很機車的人 不是因為她上次就在處女座 我已經諮詢過了 她是直接一看我 她會跟我說 我嚇瘋耶 那我上次是什麼 不是 對 妳怎麼知道 愛家 我愛家 我沒有很愛家 妳可以看一下結尾 我先承認我是蠻圖文不符的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有一點毛病 很喜歡講人稱大道理 然後妳那個照片 譬如說巴斯光年 那妳點進去 妳就會想說怎麼樣 今天是要聊什麼歡樂的 結果沒有 我再跟你講一些人稱大道理 我看看在講什麼廢話 好 好好的句號 考四百公尺跑步的前兩個禮拜 每天失眠 年考制度 時代的孩子 天天早上六個班 我的媽媽 抱歉 抱歉 很常勝入 對 何嘗她十一年的感情告別 以為人生從此黑白 不要念了 結論 結論 所以不要怕 因為我們一直都會好好的 抱 配巴斯 對 對 我覺得巴斯光年應該想揍你吧 她如果說你貼這個文言 她可能不會跟你拍 對 我就是打自己想打的東西 我要看她跟狗的 她寫什麼 那一個跟狗的 貓 這是妳的貓是不是 對 我是不是寫人生大道理嗎 好 看電影的心得 這還符合一點 稍微有符合一點 但是我其實就沒有管 我沒有像他們就是這麼在意 那些色調或是什麼 我再一次 然後我就會想要把 我想要講的東西寫上去 可是妳講的都是廢話耶 不是 不是 可是那個圖放什麼 我完全不在意 可以看這一篇 我就是亂放一通 因為妳是鞋子嘛 這個是你們家的鞋子 但妳配的文章是 有錢不會讓妳快樂 快樂會讓妳變有錢 但原本常常搞錯順序 我的天啊 真的 不是 不是 我剛剛 妳配妳的 妳配妳的腿部 想出這種 我最討厭心靈雞湯 被吐輸不了 那不要再看了 我跟你講 每一篇都是心靈雞湯 再來一篇氣 我快眼了 這個坐在櫥窗外面的這邊 配的文案是 什麼都無法捨棄的人 什麼都改變不了 為什麼 好教練 快來訂閱小姐夫妻弟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快來訂閱小姐夫妻弟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快來訂閱小姐夫妻弟